今天的第一條片先講英格蘭的蔡侯平 適逢世界盃,最近多了不少新聽眾 昨晚亦出現了三中堅之夜 比利時和英格蘭都用了三中堅的陣式 所以這裏再清楚講多一次關於三中堅的概念 一隊藥隊用三中堅可能真的只想加強防守力 希望加多個中堅下去和另外的中堅互相幫助 但是一隊有球星,有一定程度實力的球隊 如果用三中堅的話,最大的考量其實並不是防守 而是想改變進攻方法 為什麼要改變進攻方法呢? 是因為這隊強隊之前面對密集要主攻的時候 經常出現老鼠拉龜的情況進入主攻陷阱 原因通常都是那兩個 就是欠缺主攻的元素或者欠缺整體意識 但是這班是球星來的 他們有個人能力 所以一定是很喜歡整天拿著球 想著自己可以破密集 但是他們又沒有想過一路都失敗的原因 其實是自己有問題自己沒有 整體意識自己沒有合作能力的 那些教練就算教到吐血那班球星 都不會一時三刻就有整體意識 那怎麼辦呢?下場的比賽又要打了 或者下一場的世界杯比賽又要來 不夠時間的 一定要用上三五七年才可以訓練到整體意識出來 那現在這麼急,怎麼算呢? 究竟有沒有促成的方法 可以解決現時老鼠拉龜的問題呢? 有的,就是教練欺騙自己的球星 故意在陣式裡邊刪除一個會進攻的位置 簡單來講就是拿走一個中場 或者叫中前場的球員 那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等自己的球星進攻的時候 少了個人幫手 逼他們進攻不可以進攻得太過耐 那就可以方便送回控球權給對手 等自己可以打回反擊 不需要面對密集 是用這樣的方法去解決 長期老鼠拉龜的問題 好,這個方法是一種懷柔的方法來的 很適合用來教國家隊 始終球員是別人球會的人來的 有時不方便正面批評 那就要用到這種軟轉的方法 不需要正面去批評球星 但是又可以達到目的就是 繞過他們沒有整體意識的問題去欺騙他們 讓他們自己的進攻不可以,進攻得太過耐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未解決的 就是你拿走個中前場的人 那你將這個人放去哪裏呢 你又不可以主動申請打小過的 你又不可以打兩個龍門的 那放在哪裏才可以令到這個位置遠離進攻的範圍呢 那當然最佳的方法就是將他放到後防線那裏 變成三個中堅 那所以三中堅的初衷呢 並不是想加強防守力 即是對一隊強隊來說 並不是想加強防守力 初衷反而是想減少進攻的時間 那這才是強隊用三中堅的原因 以及整個脈絡,整個完整的思維 由於你轉三中堅的原因是因為你不想主攻 那所以如果你用三中堅去主攻的話 那就是完全本末倒置很搞笑的了 那所以我就告訴大家一個足球理論就是 強隊用三中堅是不應該主攻的 也都無法主攻的 那好了,英格蘭就是有上術的問題的了 很多球星,但是沒有整體合作性的意識 那教練修夫基來到了,認清楚問題 之後就用三中堅嘗試去解決 那修夫基知道如果球隊過了半場之後 就長期保持空球在腳,就會進入主攻陷阱 就會長期老鼠拉桂,就會很容易被人打反擊 那就會重複近兩屆世界盃出現過的問題了 那所以一定要盡力去避免進入主攻陷阱 那所以就要盡力去令對手不死手 希望可以引誘對手進攻,可以打來回高速球 而引誘對手的方法就是盡快完結攻勢 就是送回控球拳給對手了 那這裏就見到修夫基其實都算是頗了解三中堅的進攻方法 其實他比比利時的教練馬天尼斯更加了解三中堅 那英格蘭這場賽事早段是執行修夫基的進攻套路 那所以上半場其實是打得不錯的 英格蘭一開頭就嚴謹地執行進廢完結攻勢的策略 那他們過半場的方法其實是用長距離傳送 甚至直接斬高球上去就算數了 失了控球拳,無所謂的,給回特尼斯控球再腳 突尼斯上半場真是受騰,拿到球 控球再腳由後場用短傳插上去 英格蘭就爽了 直接用高威壓迫搶回球 再盡快完結攻勢 由於三中堅的進攻套路是要做出簡單直接的傳送 盡量向前不要向後交 最好就是做第一時間的傳送 所以今天的防守中場球員Henderson 整個發比加仙 做了第一時間的長距離傳送 而且派牌今天是非常及時的 他是今天繞過主攻陷阱的重要一員 很快就可以把球做上禁區裏面 英格蘭的後衛 他們亦會懂得用長距離地球交上前場 再做第一時間的傳送尋找 中央突破在禁區頂突破的機會 結果上半場真的沒有進入過主攻陷阱 值得一讚 而且頭幾個的進攻亦都令到特尼斯風聲喝淚 三分鐘那一刻的反擊還要非常之美 首先是哈利簡尼的頭錘支點 再連結上去見到史達寧做假狗支點 幫到迪利艾利做超級連結人 這次做得不錯的 推向禁區頂的中間適當的時候 才交直線去左手邊給從後插上去的連加特 進入禁區全中構成空門 其實所有事都做完 只是史達寧把握不到 值得一提 這球球連加特其實是沒有越位的 不過今天右攻左的那個旁證看錯了 而且今天這個旁證至少看錯兩次越位 還要一早舉起期 其實今年是有VAR的 所以那班老行專的球證就說 如果旁證不肯定是不是越位 就不要舉起 等到上面去判決 所以這個旁證似乎是要再培訓 九分鐘的時候 李斯特城的後衛物基昂 長距離地波上去找到假狗支點哈利簡尼 立刻在中間和史達寧做一個第一時間的互傳 盡快完結攻勢射門駁倒國球 這下國球就是打開記錄那下 特尼斯有個極度嚴重的問題 或者叫缺陷就是防守明買明迷高空軍閘的能力 極度疲弱 整場賽事來說 接近所有死球的公軍閘 這個特尼斯都是頂輸了 而且第二點永遠都搶輸了 事關整個禁區裡邊 總是會有至少一個英格蘭的球員 是沒有人標準的 所以 英格蘭今天的那兩個入球 全部都是因為頂贏第一點 以及搶贏第二點的 哈利簡尼就是這樣梅開二度 特尼斯的教練賽後就說他們只輸給哈利簡尼 其實這樣說 只不過是用來掩飾自己疲弱的防守能力 特尼斯防守高波似乎還差過巴拿馬 看來下一場球 特尼斯要對比利時 盧卡古應該可以屈肌屈到爆了 盧卡古和哈利簡尼似乎在射手榜 是有陣子鬥的 今天英格蘭11分鐘就領先 非常之好的開局 之後其實大好形勢 事關特尼斯落後了都要進攻 英格蘭可以打反擊 而且這個公軍炸的東西 也都是非常之有優勢 可惜了 有一次蓮加特在遠處撻了 不過上半場32分鐘 發生了一件偶發性事件 令特尼斯攀平 特尼斯用高空軍炸回英格蘭 這次其實是失敗的 但博到12碼 這球球證真的有點嚴 但獲加又真的有點愚蠢 首先 球埋到來的時候 其實獲加是佔了先機 他其實是拿了好處位 他只要張開雙手 但甚麼動作都不好做 只要頂住位 對手就完全沒有機會 但不知為何 他的手多了一下 給了機會球證判12碼 但其實是有點嚴 因為進攻球員根本 沒有機會投除公換 獲加是頂住位 即使獲加手部有少少動作 但特尼斯根本沒有損失 英格蘭也沒有得益 那是不是真的要判一個 可以改變賽果的12碼 給特尼斯呢 我明白了 球證絕對有一個權力去判12碼 但這一球 絕對有討論空間 而如果用這個尺度去看 真的要禁嚴的話 其實 這個哈利簡尼有一次在禁區裏面 被人攬住 攬低了那一刻 英格蘭也應該要有12碼 好啦 球證那部分不講 講完了 講回一場球 英格蘭及後的佛球 在上半場 都叫掌握到對方的防守 區域極度混亂 產生了不少鴨仔球 可惜欠缺點運氣 而連加特都試過接應過頭高球的時候 入禁區射中柱 上半場有些欠運 1比1 再提多次 英格蘭上半場是踢得好的 不過原因始終都是因為 特尼斯沒有一心死守 由於特尼斯僥倖攬成平手 這次知已死 所以下半場 真的不敢控球在腳 不敢進攻 只是一心死守 英格蘭誘惑不到他們進攻 真是沒有他們扶 英格蘭沒辦法 下半場要面對密集 那唯一的進攻套路 就是 找個中堅 用長距離的地坡 直接連結去哈里簡尼那裡 哈里簡尼 就要升出去高位那裡 做個支點架狗 再第一時間回傳給半主角 內切入 再立即打入 這樣才可以越過了 這裏就是不夠中場人數的缺點 避開了 就是不夠中場創造力的缺點 這就是三中堅體系唯一面對著密集 可以用的方法 可惜 三個中堅去到下半場面對密集 下半場的時候 就不夠膽 塞一些長距離的地坡 直接去禁區頂的中間 這裏可能三個中堅要再培訓一下 還有 都是要多些叫哈里簡尼 去一個叫做禁區頂的中間 升出來做支點的 那但是 如果一路都沒有辦法 短時間內提升到這幾方面的能力的話 那都要向左右兩邊拉邊發展的了 就好像今場賽事下半場 其實他應該是要用多些名賣名賣 高波去威脅弱點攻擊這個特尼斯的後防 所以應該是要叫這個 是史達寧多些拉邊 那他們沒有叫史達寧拉邊 我就覺得驚訝的 那還要換走他 我更驚訝 而最驚訝的地方 就一直保持迪利艾尼 其實迪利艾尼去到下半場 就已經變了隱形合 因為如果不能打反擊的話 其實迪利艾尼就沒有什麼作為的了 他就完全不懂得面對密集的 最沒有整體意識合作能力的就是迪利艾尼 所以一看到對方密集死守的時候 第一個要放棄的人其實就是迪利艾尼 而第二個要放棄就是連加特 連加特其實都不懂得在中路面對密集的 不過如果你叫他拉邊的話 我會接受的 可惜收夫機都沒有這樣做到 幸好後備入替的灼黑是有強行落底線 都叫提供了一些突破的能力 雖然這些是欠缺合作性的方法 但是三中堅的體系裡邊 有時候都容許你用個人能力屈肌 因為你根本就不夠進攻球員 所以無可奈何都被迫要這樣做 除非你轉就是433 也都是因為卓克的努力壓迫 才搏到國球才出現絕殺 英格蘭贏球的原因就是 特尼斯後防完全頂不住高空軍閘 而英格蘭贏得驚險的原因 是他們沒有辦法在輸12碼之前 藉著特尼斯還會進攻的時候 拉開到比數 這裏就是關乎把握力的問題 或者叫做欠運的問題 去到下半場 就沒有做到長距離的傳送 亦都有問題 亦都沒有透過調動 去拉開那個就是兩邊 去加大這個明買明買的次數 亦都是問題之一 所以雖然我欣賞收夫基 很了解三中堅的進攻套路 不過 林祥英邊和調動上面 依然是有待改善的 而若果大家是想改善小弟的狀態 亦都可以幫小弟 按下廣告 彈個廣告 視窗出來 和播完廣告 因為這樣做的話 才令到那個頻道有收入 那之前大家鬆懈了沒有做 那小弟的頻道就沒什麼收入 那大家做回呢 其實就好一點的了 那所以大家 就希望呢 可以付出少少的時間幫幫手 那我亦都可以呢 繼續免費提供到這些 足球的資訊 和服務的 那好了 去到片尾 那這個呢 就是片的下面 手機上高 是有廣告字眼的位置 按下去 彈個廣告視窗出來就可以了 那電腦朋友呢 留意回片的右邊 一直有些廣告 大家按下去了 那片鏡裡面有Banner廣告的 那片尾沒有了 不要緊要 播多次條片 找回Banner廣告出來 按下它 那另外 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在片的開頭 和最後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連 按下它 例如呢 就是電腦的朋友呢 廣告連會在左下角 手機就在右上角 好了 那就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